我是何何映 筆名叫做梓木 早年對現代畫很熱忱 幾乎達到瘋狂的地步 畫一定要有自己的感想 和自己的風貌 自己的風格 自己的字 才成為你的作品 人家看了才成為一家 我的家鄉海南文昌仙 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侵占我的家鄉 把我的屋子燒掉了 所以我媽媽帶回來 逃難到新加坡 新加坡去吉隆坡 我爸爸早就來了 在鹿云桃媽媽那邊走廚師 我小的時候很愛讀書 不管是連環圖書 還是故事書 還是張維小說等等 一回來就讀書 沒有書讀 媽媽有時候看到 你整天看書 那你可以要出來幫忙做事 我就哭了 躲在床底下去看 不要給大人知道 我天生就是對文學 一個藝術的東西 好像天賦這邊比較高了 不要有興趣濃 讀文章 讀詩詞 古代詩詞 不管是中英文的 會沉迷下你 我用紫木筆名之後 發表文章很順 就一直用下去了 在58年 在58年 50年代的時候發表文章的時候 不管論文 藝術文 去去包館都等了 科目給適音 Micah 只是就是發表文字 是一個過程的 寫文章的時候,他年輕的時候也想做畫家 讀法中的時候,對這個畫畫很熱忱 當時以劉康陳文熙的指導之下,沈迷這個畫畫 有時候看到弟弟妹妹睡在地板上 我爸爸洗衣服、做菜等等,我就把它畫下來 畫好之後,我看得好的話,我就把它移到這個campus上 畫油畫,或者畫水彩 初中二年到初中高中,在這五年之內受他們的感染 看著他們有這樣的憧憬,做出不同的風格 不斷地鼓勵我,我才有這種俱成 後來才能夠自己去研究、去發展 沒有進化中的話,沒有接觸這幾個大事的話 我本身可能創作這個畫沒有這樣濃 這個形式影像都是受Picasso和Martista影像 他們有修正這個形象,修改這個形象 修改這個形象,重組這個形象 如果照現實的一五一十的,好像畫四高像的畫出來 東西太煩 沒有風格,沒有氣質,不全為典型 不算是藝術 看到的object直接這樣畫出來,不算是一個有創造性的 一定要經過畫家自己的情感、意識 這裡等等的,概念等等 經過自己大腦的笑話、分解 理會之後,感受之後,然後再突出 所以就變成,以為我們自己封個 不是全部寫實的一五一十二的 按照四季的東西要這樣翻過來 不是 一定根據實在的東西 慢慢給它所找 使它更有藝術化 中學畢業後,我自己繼續進修繪畫 近日南大創辦的南大美術協會 還當上了會場 我因為做事情比較狂 就是很至高豐勇 對我自己熟悉的時候 我喜歡發動、去組織 他們就認為我是好像有領袖的氣質 所以就推薦了 另外一方面 他們可能是合一個好戀 胡建華叫做好戀 就讓它去發動 反正是它出力比我多了 那麼我就是真正傻傻的狂的 1963年 我和伊比志同道合的畫友 開一個現代畫展 在National Library 那反應很好 第二年我們就七個人 發起創作現代畫會 當年渣到很多人當面 你是說 你畫什麼東西 為什麼你這樣畫 還有人破壞 畫到你的畫 當年我記得有一個矮矮的人 很生氣的樣子 你畫什麼東西 你不會畫 才畫這樣 那有的人就很欣賞 你膽大 你感到 我曾經在報章發表評論說 寫世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 並不是說寫世主義的就不流行 仍然是流行不黃金時代個體 那麼我也相信 新的概念 新的藝術民館會繼續發展 但是新的成立 新的產生 未必是對修 反對寫世主義 時代這些不斷的前進 所以寫字 從頭到尾一直到現在做 比較矮板 應該有所創新 要使到你自己 接派洋 現代派創藝起來的時候 你給別人畫派一點 某種批評 比較說激端一點 在學術上 在藝術上 有正有法 有人反對你 也不是壞事 都固守 某種畫派一直 由頭到尾一直這樣走 因為矮板 一定走的 一旦某個是要創新 要變形 然後地鐵 火車 起初這火車 火車說 現在地鐵 地鐵還有速度到300 700多里 真的有改進 你老實說 要用火灘煮飯才好吃 用電子煮飯不好吃 雖然理論上各有紛爭 可是各種各樣的東西 都可以在新郊生存發展 藝術必須富有新創意 新概念 新的靈感因素 才能夠繼續發展 希望新加坡美術界的朋友們 能夠繼續努力發展自己的藝術風格 到90年代末 當時我一種創作的衝動 想要發揮什麼表現 我用創設來 會把我這個情緒 就成了 散發出去 我是看到傑克森博洛的表演 傑克森博洛是一個方向 我就去放外面進 有上而下 有下而上 不管你用什麼顏色 紅色下去 它在Gangway上 它就慢慢渲染 方便出來 你看到它形象不好 反正你加上黃色下去 最後黑色下去 把它組織起來 用黑來要控制 要指揮 有時候你猜不到它是怎麼樣的變化 寒意無窮 然後紅色的 哇 燦爛 宣揚 黃色宣揚 藍色很穩敬 很peaceful 它的Harmonie 嘿 用 有時候你猜不到它是什麼東西 可以是代表一種毅力 剛強的毅力 剛強迷惑 沈默的毅力 2,000年之後 我又是從中國美院回來之後 因為當時修中國美術史論 很精彩的抽象就是書法 他們研究的結果 這次航行、航行發言都是傳統了 我把它調整一下 改變一下 好像舞蹈 正在跳跳的傳統 把它倒過來睡在地板跳 現代一點 後來慢慢發展到書法合意 半編書是故意利用字的一半 在藝術上多一個表現 更多花樣 我的用意就是 不要看整個字你再瞭解 你看一半你就可以知道 我整個寫出來就很傳統 我寫著一部分 底下一部分 你看左看右 你會知道這個字是什麼字 直到這個頭腦靈活活張 留水 那個顏色的自然流入 怎麼樣我得到的靈感就是 油飛水 油漆物質的時候 因為那個水太多 顏色太多 自己調的不合了 我們不是水泥醬 人家調的那麼好 我們調的水過頭 這個下得很美 有的人畫畫 有這個水它就刷掉了 但我覺得流下來 浪浪流 流到某個地方 把Gainwoods放開 它停止了 就產生這個流水 每一個部分 上下左右 七方八面 高低上下 都觀察 應該有這樣的敏感 才能夠欣賞到 這個藝術 繪畫作品的精彩 然後到最近 因為跌倒 因為頭腦震動受影響 不能夠集中 腦裡面的這個 不能夠集中精神計劃 加上腦 手有點抖動 不聽智慧 比如你要破 突然破到這邊 破不到你的藝 你破也要有一個目標 所以你要怎麼樣旋轉 造成這麼公圖 所以你弄來弄去都不 不隨心應手 不能夠隨心應手 最近做也做不好 突出來也是打不到自己所要的影響 是我的生命 我從領修訓練學院培養到現在 大家都一直在用作品出來 我不會放棄 我就希望我的身體 精神療養好之後 我繼續用我的筆 或者用顏色 用這個結構等等 來構築更好的構圖 更新的作品 從探紡 從探紡 唱 舞大 做 里